有在企业或者反正就公司里面工作的人 大概就能够relate下面讲 今天要讲的故事 就有的时候会有新人来 会有救人走 会有一些人生日或干嘛的 会有一些食物的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一下 大吃一顿的几种说法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到最后英文期读 他开头说了 先把他读一下好了 People in my office Only go in one to two days a week Hardly any on a Friday 我很想第一句就讲一下 我们就先讲一下好了 所以办公室里的人 Only go in one to two days a week 所以这个go in就是去上班 所以像如果说我今天打电话给你 我然后是你们柜台小姐接的 我就会说 这个Henry到了吗 Henry进办公室了没 那我就不会问说 Is Henry there 我会问说Is Henry in OK所以用in这个字 就可以来表达说到了没这样子 所以这不只是去办公室 你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你都可以说 像例如说我打给你 你住在东京好了 我去东京找你 如果到了机场 我打给你 然后你说 Hey Paul are you here yet 然后我就可能就会 Yeah I just got in I just got in 所以这个just got in就是我刚到他 I just arrived 这样子 就不用arrive这个比较 音节比较多的字 I just got in 所以我刚到办公室 我也可以说I just got in 所以people in my office only go in one to two days a week 所以他办公室的人 一周只来一两天 你知道现在很多work from home 像我一个朋友他在多人多的一家电信公司工作 Tiago 所以讲一下他的名字 他好像曾经在疫情的时候 直接就飞回来台湾 因为他一直是可以远距工作的 公司的人说没关系 你要飞去台湾就飞去台湾 你只要在用电脑远距连线 还是可以做好你的工作 那就没问题 他就带着老婆 孩子回来台湾玩了几个月 所以蛮爽的 OK所以他甚至他在 他办公室的 还是有个建筑物 他还是有一个桌子在那边之类的 可是他已经把它清得空空的 他曾经在脸上分享过 这就是我的desk 好久不见 久久去一次 好anyway people in my office only go in one to two days a week hardly any on a friday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能就有同学不太懂 什么叫做hardly any 这个hardly基本上 是几乎是 或许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否定了 这样子hardly就是否定 所以我如果说没有钱 I don't have money 没问题 你知道don't就是很清楚的否定 I don't have right 可是我也可以说 I hardly have any money I hardly have money 他的意思就跟 I don't have money 是差不多的 这样子 OK 但我心里会觉得 这个hardly并不是 100% 否定 他是 就是几乎没有 像我刚刚讲 I hardly have any money 我真的零块吗 或许我有个五块 十块 一百块可以吃个饭 那这不表示 I don't have any money 所以I don't have any money 这个讲的比较 决断一点点 OK 比较100%一点点 但是这个hardly 就感觉不是那么100% but that's my understanding 所以这里的意思 我觉得就跟我的理解 是重叠的 所以他说 办公室的人 一个礼拜才来一两天 礼拜五是几乎没有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 如果真的完全没有 Nobody comes on Friday 那我们就OK Hardly anybody comes on Friday 我就觉得那不是100% 好 这个有点纠结太久了 但总之你都要懂 所以一个礼拜来一两天 礼拜五是几乎没有 Hardly any on a Friday I live nearby so go in on a Friday afternoon and gorge myself on all the cakes and biscuits that have been left behind from birthdays, leavers, etc 第二集讲的有点长 但没关系 他说I live nearby 也就是住附近 OK so going on a Friday afternoon 所以他就是礼拜五下午去 这样子 那gorg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吃一顿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为什么礼拜五去 可以大吃一顿 我就因为 大家可能礼拜一去 礼拜二去 礼拜几去 会留下一些食物 因为你知道他刚才说嘛 就办公室里面 没什么太多人 所以要是今天真有人到了 那些那些一些食物 也吃不完 什么食物呢 所以他说是gorge myself on all the cakes and biscuits 所以蛋糕啦 这种糕点点心啦 饼干啦 那这些呢是被留下来 so they have been left behind from what 生日 所以你说我今天带了生日蛋糕 办公室本来有100个人 就没想到今天只来了5个 10个 20个 所以就变成这个蛋糕 只有20 一个蛋糕20个人分好像也太多了 我们把数字调小一点 办公室本来有10个人 今天只来了3个 所以一个蛋糕吃不完 所以就留下来 然后这个人就礼拜五来搜刮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ok so on all the cakes and biscuits that have been left behind from birthdays 那什么是liver 就有时候可能有人辞职 今天是我的last day 请大家吃个东西 我以前在香港人的公司工作过 他们对这个就非常的讲究 就你要是今天是last day的话 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人会带一些小东西 来给大家吃这样子 so liver etc 他最后说 there's half a box of crispy cream doughnuts today 所以今天啊 crispy cream 留了半盒 jackpot 什么是jackpot 中头奖 所以哇 crispy cream竟然留了半盒 真是中头奖 他就要好好把它吃掉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jackpot 就是头奖 开彩票的头奖 所以 刚刚讲的gorge 可是gorge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有泰鲁格 这你大家也知道 泰鲁格的英文句就是tarot code gorge 所以gorge就还有那一种 就泰鲁格的那一个地形状态 是不是一种峡谷之类的 这个也叫做gorge 这样子 那还有在就是 bing这个字 也可以是大吃大喝 ok 尤其bing这个字 现在很常用在什么 追剧 要是你今天狂追了一个什么 我一个朋友 他好像 我昨天才跟他聊天 他跟我说 他可以把滑灯出上 一天追完一季 还是分成两天 他是不是总共16集还8集 总是他一天可以看8集 然后还不快转 超强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binge watch ok 这是一个现代人都已经很熟的字 所以我计划把什么东西一次看完 I plan to binge 这个剧 就in one day 之类的 ok 好 所以gorge跟binge 是还蛮常见的 大吃一顿的一个词 这样 好了 anyway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